第八场赛事,泥地场合,二班的千二米 大叶满马开飞的时候超能力 计算赛绩都值得成为叶满 3.6倍开飞,过完关之后2.9倍 突然尾回飞,上回4.2倍 最终成为大叶满是一只醒神 开飞3.8倍,开跑的时候3.2倍 银子开飞14倍,开跑的时候都回飞,回到上21倍 第八场二班千二米的泥地赛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点,南驱宝应声弹出 出发了整个马位,内档那边是炮子头 接着出来的马是鸿运大师,中间整堆马在里 又有新力宝、安哥和竞进天骄在内档那边 超能力在大约第七位,因为我认为有两只马 就是胜利威龙和一只醒神 再接着才见到天鹿和银子,暂时是标之蕊 在赛民起湾的时候,前面南驱宝跑三班 带头不难,二班都行,带头头 接着第二位是鸿运大师,铁蓝第三炮子头 二碟第四是新力宝,走三碟是胜利威龙 再接着竞进天骄已经忿忿了 后一点都在位置,二碟数出去,安哥 超能力,醒神四碟 在尾那三匹是标之蕊,银子和天鹿 进来之后直路的时候,前面南驱宝 好像放得很轻松,红运大师先 接着的马就炮子头走出去跑道中间上来 走来当上,还有安哥 担出外档是胜利威龙,大外档的实力马 在哪里超能力就不厉害,反而外面那只银子 好像更厉害,然后百多米时候前面 红运大师在逗南驱宝,但是这个时候 大外档,银子很厉害,鱼飞杀上 中间上来胜利威龙,他出第一名 银子,数码,第二名结果南驱宝 第三名红运大师,第四名 胜利威龙,苗里得西利三场 这些冷本都不难选 找了潘一哥做这个四年还胆 他又是蝕尽跟你跑这场,第四都不给你 那他档位不算好吗 档位不好也要克服的 赢了一只都在他开辩 人家档位也不是好的 人家档位也出过他 全程四五叠,我当你不是那么好 但是进了直路,爆发你,看一看 好像丫头地投了几边 总之你看到他,他觉得好像没有了争胜机会 他原来第四都不给你 你跟他们的欲紧也没用 你当他制愈不好 组断,超能力的埋伴,顶住了 流了直路的爆发 难怪最近这么多换了其他人来赢 对,真是多 可以在那里尋寶 开始第一,左手边,拷痕 左手边,看了一下 他在装什么呢 还是左手 银子都上到来的 那里的人都大力骑紧了,他在往里扭去 然后打左手边两下 三下 这些都不是他最杀食的那些边 那些动作很不连贯 即是 这是... 平时的右手变车轮 现在才开始 到这些末段阶段 难道不及了吗 总之你看到直路初 你知道都很危险的了 看看第二名张照 想拍到她的 想拍到她的 就看到码头 又下个 第三名 红运大师 分析时间 头段23秒38 第段21秒76 末段22秒89 总时间1分8秒03 所以玩赛马游戏 有很多学问 我们经常都说 你说四连环的第四 如果你真的买四重彩 都不要摆潘顿 那些这么好的骑士 通常那些是潘明辉 国能 何宅宜 梁家俊那些 毕晚跟你骑那些 有时几十倍 甚至一二百倍 跑到第四 但是你想拼这些冠军级骑士 跟你跑到第四 都挺辛苦 最近说起博第四 舌嵐比他更厉害 很多那些很难的第四 都跟舌嵐似的 是不关他的事的 那在这些投注策略上 都记得一下 怎样吹吉地胸 你计马的能力 是没有用的 这些位置 那你说计马能力 这场可能又是了 在赛马筆记那里 帮自己又记下一下 超能力 那是一只泥地很厉害的 当然现在的分这么高 很难得才能跑到这场赛事 但尼尾的飞数 真的不是很对路 你这个赛马筆记 他写下两样东西 第一他曾经决过货 第二他试试的习试不好 其实是 最后当然写上 《醒神》那两个字 可不可以弄大一点 那张筆记 但是就真的 超能力跑到泥地 除了他初出之后 他每次跑到泥地 可以的时候 都是热门来的 不行那次就回飞